- 歡迎光臨- 飛碟唱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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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家好 我是飛碟唱片行的老闆娘葉光奶奶 - 我為什麼要講那麼大聲秘密我就我麥 - 好 我今天的公讀生呢 - 我期待她好久了耶 - 我是菁 - 我是菁姐 我的老闆娘 我的老闆娘 - 毕竟妳現在很厚 妳是國民姐姐 - 我今天終於可以跟國民姐姐同框 - 沒有啦 - 對 我今天還穿了我最 - 就是家裡最昂貴的一件衣服 - 沒有啦 沒有很笑的 - 因為畢竟妳知道在唱片行 - 打工都比較邋遢 - 其實要方便工作對不對 - 就是要穿得很隨興 - 所以我覺得妳今天這件也很棒 - 我超愛連身裙的 - 我又是超愛連身裙 - 妳穿完屁是超方便 - 就是一整件 然後妳再加一個 - 就是緊身褲 - 這樣就可以在外面走來走去 - 而且我這邊提供給大家一個小撇步 - 很棒的 什麼 - 如果妳想要了解一個藝人 - 當他穿著我越來越寬鬆 - 就代表他越來越忙碌 - 真的不是 - 是好事吧 - 妳是不是剛剛去好多地方 - 我最近通道真的很多 - 剛剛我看到沛池的時候呢 - 她真的是感覺有點累 - 所以我就想說 - 天啊我還要教她來打工 - 但沒有關係 - 我們的打工非常的快 - 很快就會結束了 - 對 所以妳不用擔心 - 沒事的 - 推薦專輯沒有問題 - 對 而且妳要好好的把妳的專輯 - 畢竟它真的是讓大家等很久的一張專輯 - 而且妳的聽歌會跟記者會 - 我們都有去 - 然後也是邊聽就跟著妳那種 - 是氣伏伏嗎 - 深深淺淺 - 對 因為妳知道妳以前的歌 - 就是那種都比較 - 比較 - 就是不太會 - touch 到妳 -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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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阿 - 不會 touch 到妳自己的心裡 - 可是這一次的專輯裡面 - 每一首歌 - 我覺得妳真的是有一種 - 掏心掏肺 - 掏很多東西給大家的感覺 - 對 - 但是其實說真的 - 這也 - 妳隨便想掏也掏不得 - 真的是這 - 可能出道以來 - 我覺得這兩年 - 真的是 - 自己的人生有很大的體悟 - 一直在學習的事情 - 可是其實前十年好像 - 怎麼覺得那個進步就很少 - 可是在這兩年我覺得就是 - 突然突飛猛進 - 對 - 對 - 然後有很多的感想 - 有很多的心得想跟大家分享 - 因為我覺得一定很多人 - 跟我有一樣的狀況 - 而且我覺得就是慢慢累積 - 這個真的不是那種 - 一下子就可以了 - 都一定要是一個很長的經驗 - 對 - 所以我想 - 畢你今天應該是可以好好的 - 介紹你的專輯了 - 完全沒有問題 - 好 但還 - 介紹給我們要先玩一個小遊戲啊 - 因為畢竟你只 - 你就這麼辛苦的來 - 只有一分農太少了 - 所以我們呢 - 就準備了六個題目 - 這六個題目呢 - 非常非常的簡單 - 一定跟你的專輯非常的有關係 - 好 - 你現在腦袋應該可以 - 回答這些問題吧 - 還行 - 真的不難啊 - 好 - 你只要答個議題 - 是1加8加9加10嗎 - 沒有 - 都跟專輯 - 我不行啊 - 跟專輯有關 - 而且你只要答個議題 - 我們就加你5秒 - 我想說很多 - 只要5秒 - 對 - 所以總共30秒 - 1分半 - 對 - 就會多1分半 - 好 好 - 好 那我們計10 - 第一 - 請問這次實體專輯的八型公司 - 喔 雅神裝片 - 請問這次實體專輯的名稱叫做 - 米之一 - 請問你的專輯歌詞本裡面 - 穿的衣服什麼顏色 - 橘色 - 是喔 - 請問這次專輯自己的創作有幾首 - 兩首 - 請問這個專輯當中有一個很搖擺的單曲 - 找了STARCHAN還有BANK - 你什麼不能啊 - 沒錯 - 這樣專輯中有一首歌 - 把真媽媽逼哭的歌曲叫做 - 怎麼能這樣 - 答對了 - 叮咕叮咕 - 太棒了這題目了 - 這題目應該入了金鐘 - 欸你超快的耶 - 什麼意思 - 就是你6題都答對了 - 在30秒內 - 真的很貼近我們的專輯啊 - 因為很多人有時候 - 喔沒有因為有時候 - 我可能問了一題 - 然後他會忽然卡住 - 然後就會花很多時間 - 我看到這題答案是 - 那個歌詞本封面 - 紅色 - 沒有公司色嗎 - 真的是橘色 - 真的是橘色 - 不行我們等一下翻開給大家看 - 待會我們來研究一下 - 我們走開有多少時間 - 一分半 - 耶 - 對不對 - 沒錯因為你全部打對 - 而且你好快喔 - 太棒了 - 那這張給你喔 - 那我們待會一樣計時 - 我們的小編要幫我們計時90秒 - 隨便我要講什麼對不對 - 對你就是可以打開 - 然後告訴大家 - 這個專輯長什麼樣子 - 因為你去唱片行的時候 - 可能都包起來啊 - 大家都看不到 - 好喔 - 那我們計時90秒 - 開始 - 首先這張封面想呈現的是一種 - 佩慈進化蛻變的感覺 - 所以採取一個比較特殊的色調有沒有 - 還有一個沒有看過的頭髮長度 - 還有這個三寧靜的意思是 - 真佩慈的不同面相 - 因為我是一個演員 - 又是一個歌手 - 然後這次挑戰的歌曲 - 又跟以前稍微有點不一樣 - 所以呈現出多樣的面貌喔 - 好的我們剩下沒有幾秒 - 我們來看看歌詞內 - 喔 - 這是什麼有質感的質 - 你們如果清楚看見的話 - 我跟你講 - 這不是只有一個白色 - 就這樣一面 - 它的材質 - 它上面其實 - 摸起來有顆粒的 - 這邊是滑的 - 這邊有加一點很 - 我不知道那個叫膜還是什麼 - 然後上面是粗粗的質 - 其實這次的設計真的非常用心 - 然後我們先打開來看 - 首先有一張海報 - 來囉 - 我覺得有一張海報是大重點 - 你知道為什麼嗎 - 因為11月22號我在TICC的演唱會 - 對 - 也是這張海報 - 海報到底在哪裡呢 - 在這裡 - 11月22號在TICC - 曾沛茨迷之音演唱會 - 還有一些票喔 - 還有一些小小的少少少少少許的票可以來聽 - 這也是一個很不一樣的嘗試 - 大龐分有沒有 - 真的耶 - 就感覺是其實媽媽那個年代 - 嗯 - 也還好啦 - 但現在本來就流行一些復古的元素 - 最近蠻All school的 - 這張其實不只歌曲內容 - 那種就是曲風風格 - 其實連外型都做了不同的挑戰 - 好講了這麼多 - 接下我們就只是要告訴大家 - 我希望大家在乎 - 並且肯定自己的真實 - 不論你是哪種個性的人 - 你可能覺得你怕生 - 妳可能覺得你孤僽 - 其實都沒有關係 - 我們可以讓你接受 - 最原始最真實的自己的現實時候 - 我們找到心裡那個正確的謎精之後 - 掰掰 掰掰 欸不是不是 我們還是有那個 可以繼續講完 這個好酷 你最後一句 我們每一個人就會活出自己最美麗的樣子 對 而且我覺得你最近在自己的會或是聽說會 因為你平常沒有那麼有自信 可是你現在都會覺得說 我就是很正很漂亮 就是要一直鼓勵自己 真的 但是我覺得就是因為你鼓勵自己之後 那你就由內而深 對你外表就真的就會照你所講的那個感覺出現 而且我剛剛突然發現一件事情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我會看錯 那現在大家看一下 這個封面的顏色到底是什麼 因為呢我覺得燈光有問題 像我們今天的這個燈光就是白光打下來 就是你就看得很清楚是橘色 可是因為平常我在出題的時候 我是在那個辦公室 我們辦公室的那個燈光比較 解謎 這個是就是衣服本身的顏色 這邊都還有一些入鏡處理 其實這看得出來是橘色啦 我說在這個燈光打下來的時候感覺是橘色 因為我在我的座位的時候 我看的是紅色 差點要射盲了 真的差點要射盲 對啊 因為你知道最近有些顏色調整過之後 真的有時候我會搞不清楚 螢光黃跟螢光綠我真的有時候也會 而且我最近 最近在研究歌詞本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很酷 雖然它 你是不是還在偷說啊 偷說要被關掉 那我們偷講關掉你關掉 這超像超音波的圖嗎 但它是海浪 很像 我那時候在看的時候想說 欸 欸我看錯什麼了嗎 該不會是超音波的意思吧 我想說 這輩子重生 真的重生欸 我們在講這一張 酷喔 好喔 其他不給你們看了啦 要看要自己去買去買 去買 好的 那我們今天飛鐵唱片羊非常感謝 我們的郭敏姐姐 謝謝你 謝謝你 那我們飛鐵唱片羊下次見囉 謝謝你的打工 掰掰